《押后》 最近经常听到《押后》这个说法 《押后》这个词在香港很常用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一件事本来定了要在一个时间里做 现在将它改到一个迟一点的时间才做 这就叫做《押后》 但其实押后不是标准现代汉语 所以你留意一下内地文件 比如在这一次立法会选举押后 在中央政府的发表有关这件事的所有的文书里面 是不会用押后两个字的 用什么呢? 推辞或者延后或者延期 这个就是本来我们书写 就应该这样写的 应该说延期举行 或者延迟举行 甚至推辞举行 就不用押后的 但是这个说法 香港已经用到这么普遍 现在就在香港正式的文件 都是这样写的了 所以立法会条例第四十四条 说的就是押后选举 直接是这样写在这个法律条文里面 当然这个词呢 一说出来就已经很明白 不会怎样人意误会 其实这个押字呢 作为动词呢 本身是怎样解释呢 它最原本的解法呢 是解释在文件上面签字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押记 所谓的 就是签押 押就是用这个字 后来呢 也都将它转化呢 就是你去和人做一些合约 签订一些合同的时候 如果要放一些物件 或者放一些钱 来作为一个保证 那我就叫押了 所以譬如那些 以前呢 现在呢 比较少了 我见是吧 我小的时候呢 到处都是当铺 当铺呢 门口就是一个大圆圈 就写着这个字 就是押 押就是什么呢 就是押押的东西 就是你拿去 你拿着手标 或者拿着颈链 拿到当铺那里 押给那个当铺 就是借钱给你 那些押押品上 这个押字 还有呢 这个押呢 是有押送 或者拘押的意思 就是去禁止一个人活动 就可以用押这个字 所以这个押呢 本来就是 没有一个 将一件事 将它推后 那样的意思 好了 这个押和这个押呢 很容易混淆 这个是剔手边 这个是木字边 这个是名词来的 这个押本来的意思呢 是指 困住一些 猛兽的那个龙 以前呢 一些比较危险的犯人 犯了法的 压界去刑场的时候 就会放在一个龙那里 大家可能看电影看过 放在一个龙那里 甚至游街的 那个也叫押 所以呢 就变成呢 今天 如果我们将一个 犯人 或者一个嫌疑人物 要将它拒禁了 等候审判呢 就叫做 还押后审 或者叫做 还押后判 那会不会 因为这样的 还押后审 还押后判呢 就变成 押后 就变成 现在我们说 将它押后呢 就是 审判 是要押后 要将那个犯人 或者将个嫌疑人 将那个被告 就还押后审 那会不会是因为 这样混淆了呢 不知道 但是呢 现在呢 已经变成一个常用词了 押后 就是将一件事 推迟才做